这长大哥是不是 你好 红娘甜甜 长妇77岁 丧偶 个体经营 三套住房 住房面积104平米 我58年中医了 这就相当于你的诊所 对对对 这是个居民楼啊 居民楼啊 那你这房子是租的吗 个人的 个人的 那你这个诊所咱没在底下找一个门室呢 不用 我就八楼一样找我 长大哥从事中医这个职业 已经58年了 在现在这个地方 也已经做了24年的诊了 长大哥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 现在找他看病的 那都是经过口口相传 奔着他老中医的招牌来的 大哥你干中医这行 干多少时间了 快到60年了 18岁 你说77 你说多年了 我们就中医试讲 那你这个手艺是谁教你的呀 父亲爷爷们 家里的古书我还没少看 现在不看了 看一辈子了 长大哥出生在中医世家 爸爸 爷爷 太爷爷 都是有名的老中医 从小耳濡目染 再加上在卫校学习 和在医院承办科室的行医经历 如今啊 他也像祖辈那样成为了人人尊敬的老中医 治哪方面的病比较厉害 我主要是骨伤疾病 像疯似的疯似的 要你们突出的警罪病 无效就退款 谁说我要建小应出不建小把钱给你 反正一年一个没有 作为大夫 除了要有妙手回春的医术 更重要的还是要宅心人厚 长大哥告诉红娘 他这个人呢 心特别软 所以看到那些身患重病 又没有钱治病的人 他总会伸手帮一把 那个离着不了 有那些小孩 十二岁 那前执行执救脸呢 我只会我的半年多吧 我都没收 没收他 药费我都没收 你治他半年多 还是他得这个病半年多呀 他得好年了 你治他半年多 没收到 没收 我天天上他家拯救 长达半年的治疗 每天坚持做针灸 就这样 那个瘫痪在床三年的小伙子 在长大哥的医治下 站了起来 长大哥说 因为小伙子家境困难 所以自己一分钱都没收 你一天做诊 做多长时间呢 早八点到下午一点 你现在一天 大概有几个患者呀 一天不一定啊 三个五个的 五十六个的 我不领卖药啊 一拿就医疗厂的 那你这个一个月收入能大概有多少啊 没法说 我不想透露实情啊 我这么说得了吧 白看没老宝 我再活五十年 不用管女儿要钱 就马上不干了能活五十年 长大哥说 别看自己没有老宝 但是根本用不着儿女来操心 提起儿女 长大哥稍稍显得有一些失落 倒是不为别的 只是中医世家这四个字 到了孩子们这就断了 我儿女多 俩姑娘俩儿子 老大老二是女儿 老三老四是小的 大姑娘呢五十二 店链就说退休 二姑娘十九重老师 大儿就是老三 连同的 有点学校毕业的 老儿子学一学不会 他开出租车 俩出租车 那你这儿女没有一个继承你这个 那啥传统的呀 我给别人真觉他丑都害怕 我学位打他更害怕 虽然没有一个儿女能继承自己的医术 但是长大哥对孩子们还是非常满意的 在诊所聊了半天 长大哥也该下班了 于是他提出带我们回家看看 他上车不行吗 这是你车 我车呀 这车开多长时间了 去年十五号买的 原来开了西安尔维本田了 我一年检查两回 另外我三年没检驾照了 人家警说你这作废了 你给我扣了 长大哥已经开了二十多年的车了 去年因为没有二十体检 驾驶证被吊销了以后 他就买了这个老年人代步车 每天上班下班开着也挺方便 现在自己收入一圣 大哥这屋宽正啊 这房子一百零四平 这房子一百零四平 大哥你这花养得好吗 我半世不拉活 好冷得换心的 喜欢花啊 不是喜欢的 我打破打麻将不会啊 不是喜欢的 我消磨时间 我好静 就回这头不走 一天不走 现在不出乎都行 你不那你都干啥呀 你不出乎 抽烟喝茶 不喝酒 老伴活的时候抽烟特别少 一喝烟抽三天 现在一天一喝都得多 没有女人不是家呀 据长大哥介绍 他平时挺宅 没什么兴趣爱好 所以老伴去世以后啊 他就显得格外的孤独寂寞了 大哥老伴是啥时候去的 到纪念能力72年 啥病啊 肝癌 长大哥的老伴 从发现患病到去世 只用了38天 长大哥告诉红娘 他和老伴做了53年的夫妻 老伴的突然离世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没有一天看他这个遗像 每天都想 吃不饭吃不着酒 孤独 你们小孩 你们小孩不理解 这孤独是扛不了 尤其老年孤独 像一堆大燕似的 那个大燕似的 那个大燕似的飞走了 剩下一个燕的 饿才不想吃吃 左手手右手手 就他自己 那燕走了 孤独 老伴去世一年半了 长大哥已经从悲痛的情绪中 走出来了 只是会常常感到寂寞 所以啊 他想了又想 还是决定再往前迈一步 在老的问题是要是心头一合 最好谁被分心眼 哪怕这女朋友 你开五千块八千 给她扭不管 我给你多少钱 你愿意买啥买啥 你做好了 那什么条件都行 这长大哥对于未来的老伴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能和自己好好过日子 长大哥说呀 他会特别珍惜这段 即将到来的黄昏恋 这也是心跳女款 准备给未来妇人传的 一回没传 爱妇人的 给未来妇人准备的呀 是 哎呀妈呀 我趁着见呢 啥时候买的 三一份 二一份吧 在这个 聊完 哎呀 爱妇人 这花多少钱呢 这个 这个七千块钱嘛 那你咋现在就想起来说 要给这个 未来妇人买的 那你那什么事啊 我刚刚老头穿个雕 你一回来妇人 穿个雕妇服 我也不做什么事啊 我 是不是 以心相伴人 我必须得对人好啊 陪伴我余生啊 看得出来 对于找伴这个事 长大哥是非常的认真 和诚恳的 他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去迎接未来新的生活 于是 红娘想到了 同样家住辽园的 庞念君 庞大姐 那么 他们两个人 会不会有成为 彼此伴侣的缘分呢 哎呀 门都开了 你好大姐 红娘甜甜 辛苦你们了 哎呀 庞念君 67岁 散偶 有双绑 退休金2000元 住房面积74平米 大姐 这楼是新楼吗 新楼 我们是挥钱的 啊 啥时候住进来的 去年 年末 这里边是不是没几户 回钱的 都在装修嘛 你听着 啊 去乘修 都在装修 哎呀 我们是回钱的 在这休息不好吧 天天走啊 白天 我 今天在家等你 一般我都出去走 庞大姐住的是回钱房 住户都是刚刚才搬进来的 所以很多人家都在装修 这噪音呢 每天都很大 为了躲避噪音 所以庞大姐基本上白天都不怎么在家待着 大姐你是哪退休的 矿物局服务公司的 退休多少年了 2000多不点 2000块钱吧 我是退休多少年了 退休多少年了 退休10多年了吧 04年退休 2004年 庞大姐从辽元市矿物局退休后 就被儿子接到了深圳 儿子啊 是自主创业 每天工作都很忙 所以照顾孙女儿和整理家务这些事啊 就都落在了庞大姐的身上 我在那待私 家务也很重 我儿子住的是 240多平方的房子 每天搞卫生也很累的 除了每天要接送孩子 做家务以外 庞大姐还要去给儿子工厂里的工人们 做一顿午饭 我这有个小工厂 工厂里的还有些人 伙食饭我都去给做 没有雇人舍不得 像我们这带人过过苦日了 自己能干的事就自己就做了 把孩子早上送托儿所去 我就去买菜 买菜去工厂给他们做午餐 在工厂多少人呢 工厂主要是文员业务员工饭 工人不工 那些吃饭也得起不个人呢 就这样庞大姐的深圳 一待就是15年 现在孙女都脱手了 儿子的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所以庞大姐就在去年回到了辽园 决定过过自己的小日子 大姐你这个是干啥的呀 经了土 养生外 有钱没事拍打拍打按摩按摩 你不会太精准的 你就大妖母吧 比如说这个竹山礼 你找不太精准 你就大妖这个地方拍拍 就拍就好了 那是啊 但是胃肠就舒服了嘛 竹山礼不管胃肠了嘛 帕娜姐告诉红娘 她坚持学习中鱼精录按摩 已经十多年了 每天都会看电视 跟屏幕里的老师学习 不仅如此 她还会跟着老师记笔记 我记啊 记录啊 你不记不行啊 我这字写得不好 你看我这一本要写满了 我每次看我都写下来 写下来 每次看见了我都写下来 每次看了我都写下来 要滚住嘴 迈开腿 练拔断锦 练六过 这两本书快写满了 哎呦天哪 这都写得满满登登了 看完了 你不写下来忘了 我写下来就写这用脸 你看我 我每次走都大行李箱 这书很沉的 那我也拽着它 我也拽着它 那你是为啥这么注重养生呢 你看死去的人多害怕呀 有死的吗 吓的 庞大姐之虽这么认真地 学习按摩养生 其实是因为去世的老伴 据庞大姐回忆 从1995年 老伴生病 到1998年老伴去世 这三年 庞大姐一刻都没轻松过 你这样不是咋去的 哎呀 不是执政了 最后是癌了 不治了 治不了了 给她治病花多少钱呢 那都家里头 所有的居住都花没了 啥都没有了 就把所有的钱都给她治病了 那是银枪两空 必有病 有病是银枪两空 老伴去世23年 庞大姐一直都没有再找伴 直到去年从深圳回到疗园 身边没了孩子们的陪伴 总觉得有一些孤单 于是他在亲戚朋友的鼓励下 报名了我们的节目 主要是说的 怎么说的 反正女人都是一个心愿 能对我好一点 表现要好一点 穷医子不怕 庞大姐的择偶要求很简单 条件好 对她好 这两点 长大哥正好完全符合 所以这红娘啊 就用手里的红线 把两个人给牵到了一起 这是大哥平时开的小吃 老司机了 那个很多年的这个驾龄了 开车开的可稳的了 上午还拉我一趟 平时出个门啥的挺方便的 平时出个门啥的 哎 大哥 您好 您好 您先进 进 好 那啥 您俩互相介绍一下 我姓常 个体户开中卫战所这几十年了 独传世家 世无畏着呢 你多大岁是吗 我 我六四八 周岁是虚岁是吗 虚岁 周岁六十七 老师 先介绍一下叫啥名 你叫啥名 我姓庞 我姓常 我叫常妇 我叫庞彦君 摸个手先 摸个手吧 你好 第一印象咋样 有点老啊 瘦啊 我说有点老啊 赵先生 没有我前期长得漂亮 就感觉老不出手啊 这常大哥和庞大姐刚一见面都不约而同的觉得对方长得有点老 但是啊这乡亲也不能光看演员了 所以两个人决定再多了解了解 你这屋挺大 104平 104平 真说68点 我老伴到今年7月15去12年了 一年半了 哦 一年半了 哦 那是照片 嗯 哦哦 这个照片 第三年他就走了 多大岁了走的 他76岁 76岁走的 在家里边挂着这个老伴的照片你介不介意 哎呀 那个事都不介意 那个人家那你 你不愿意十年那都不是不客观的 是不是 我衣服多 衣服多 这个大哥不仅衣服多啊 还喜欢穿皮草 不仅有皮草 我两件皮草 啊 还给未来老伴准备一件皮草呢 爱富人的 爱富人的 嗯 这一件皮草啊 是大哥给这个未来的老伴准备的 这男人多浪漫啊 那是新的 觉得呢 在你身上还是肯付出的 从这一点你打动我了 经理妆有我买的啊 我不会在网上那儿 就电视纲就这个 还有粗粗呢 对 哎呀 这个是浪漫 一个黑一灰的 啊 是 一个黑的一个灰的 还一个马甲 太浪漫了 这大哥 还准备行了 都要去捂着 看看大姐能不能穿上啊 你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穿上啊 啊 你体重比我都得重 哇 你一百二十斤吧 你穿那个上衣看看 那是马甲啊 嗯 现在不穿马甲也行 我自己开二十五十年了 啊 自己的地儿 原来成功合十了 我看看 还挺合十人家 我看看你那件合不合十 你老板多钱呢 两千多不得 哎呀 合十啊 啊 都不合十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两件衣服 真都挺合十啊 你马甲也穿 试试 哎呀 这屋子 再穿那么多 你给她试情侣装 是啥意思啊 我看她挺稳的 试这个情侣装 那啥感觉 不过不管怎么的吧 看这个人还是说 对未来这个老板呢 他还是有诚心的 普通便饭能回桌吧 呃 家常便饭 就家常便饭 你也不出售饭回桌 饭店我站车给我呢 哇 超纯稳的 你牙是自己的 好香的 自己的 啥都是自己的 我是真假都有 你属啥的呢 属嘛 我属羊 我当一个大夫 我儿子一岁就做汤衣 我太爷我爷我父亲都中医 就是中医思想 对中医思想 我头挺稳的 做家务能行吧 你看看你俩那衣服试完了 人家马上就跌上来了 大哥挺干净 大哥说我找这个老伴啊 他未来也得干净啊 他不能不利 买的我还看不了 就在试情侣装的这个过程中 常大哥和庞大姐 对彼此产生了一些好感 特别是当常大哥听到庞大姐 能做家常便饭的时候 常大哥的心暖了 于是他主动开口 对庞大姐做出了承诺 咱俩一会行 你说干净又给你多钱 你那钱跟你儿子啥的 我不管 我说实话 说实话 这样的也好 他正说我觉得他还是 这个人心里还是挺诚恨的 对未来这个人家还是说的挺负责的 你优越生活标准盖了多少钱 没没说 花生存 没有标准 没标准 没标准 我挣钱没说花就没说 我写三百张 他说的花了就给 没说个数 但是说的我要 我还得问他 你越能找多少钱打算 生活费啥都我出 你说医学给你多钱 你又越你给多钱 你说吧 你又越你想 你说 不对我想听你 你说 我说实话 我好传好话 只是他长得有点老 有好又传不出去 你要多少 看我能接受了不 我没劳保 不得不也没有钱 对 他虽然没有退休工资 但是听他说的话 也能有点实力 你要多少 我不能拿 咋说呢 你要六十一二 长得漂亮点 给你多花一千 你听懂不 再说实话 再说实话 那我这算是值得钱 那你不值得钱 值两千块钱吗 我说实话 我给你三十多 我应该找个六十二到六十三十岁 你要是我原配行 要不原配 在我心里的目标 差点 再说实话 那你得重找 这么理事 那你就重找 长大姐和长大哥 两人刚一见面 都觉得对方长得 我们下期费 我们下期费 MING 温偏 这 还要有点 再接手 不同 ALA 我们下期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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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